7月27日,腾讯新闻一线了解到,国资控股的网贷平台生前代在其官方APP中发布老板失联,平台停运的公告,腾讯新闻一线作者张琴,生前代在公告中称,生前代老板已失联,资金暂时无法兑付,即日起生前代将停止运营,平台也将停止发飙,所有线上交易无法进行。 生前代方面还表示,公司全体员工已经报案,并表示尽管打投资用户,尽快到辖区报案,腾讯新闻一线登陆生前代APP发现,该平台在年龄逾期的启动页广告十分引人注目。 此外,该平台所有标的均意显示买标,无法再进行操作。 宽望显示,生前代是上海易争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车易争名,起下互联网金融平台。 该平台与2015年4月上线,据腾讯新闻一线了解,该平台尚未上线银行存款。 此前,2017年10月,该平台获得海南省华夏基金会控股子公司海南中海库通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库通,以人民币现金的方式,收购以征明80%股权。 至此,生前代开始,以自己国资戏平台的身份,进行广泛宣传。 生前代并非近日第一家爆雷的国资戏平台,腾讯新闻一线了解到,近日爆雷的银的网,里得财富,华太金融,金银猫均属于此背景。 对此,一位行业分析人士建议投资者,还是要聚焦平台,资产本身,不要太在意所谓的背景论。 在其看来,不仅部分国资系平台,其实不少上市公司系的平台,上市公司股东实质上为ST股,存在着经营不善,股东大比例质押的情形。 在近期的市场环境下,风险技术其实很高。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